欢迎来到我们的天下文章节目 今日我们带来了一些全球新闻的最新动态 为您轻松梳理世界大事 首先我们得聊聊最近的一件大事 那就是俄罗斯外长访问北京 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会晤 在这次会晤中 双方展示了中俄间的相互支持 以及对西方民主阵营的共同抗衡 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国际关系动向 尤其是在俄罗斯加强在乌克兰的军事攻势之际 接住我们来看看德国的一些动态 德国总理的访华行程引起了不少讨论 特别是关于德国工业联合会主席 不随团访华的情况 这件事情凸显了德国与中国之间 在贸易及人权问题上的微妙关系 另一方面 德国也计划派出军舰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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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舰多场军演 显示了德国对印太地区日益增长的关注 最后我们来谈谈土耳其对以色列实施的贸易限制 这是为了回应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动 正想决定凸显了中东地区持续的紧张局势 同时也牵涉到了更广泛的国际社会对于加沙人道主义危机的关注 另一边乡 印度和中国之间关于边界问题的争议也再次附上台面 显示出区域安全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这些新闻事件不仅凸显了国际政治的复杂性 也反映了世界各国在面对冲突和合作时的不同策略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了解更多背后的故事和深层次的分析 俄外长到访北京习普会即将登场 德国之声 德国之声中文网俄罗斯进一步加强在乌克兰的军事攻势之际 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周二在北京同来访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了会晤 以此展示中俄间的相互支持以及对西方民主阵营的共同抗衡 俄罗斯媒体报道称 拉夫罗夫对习近平表示 在您的领导下 过去几年 尤其是过去十年里 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我们对此感到由衷的敬佩 我们对中国取得的成就感到特别的高兴 因为这是朋友取得的成就 尽管世界上有人会对此持不同的立场 并想方设法阻碍中国的发展 他们同样也在设法阻碍俄罗斯的发展 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援引习近平的讲话报道称 今年是中俄建交75周年 中俄两国携手走出了一条大国、邻国和睦相处 合作共赢的崭新道路 造福了两国和两国人民 也为国际公平正义贡献了智慧和力量 我和普京总统一致同意 继续保持密切交往 确保中俄关系始终顺利稳定向前发展 双方要以庆祝建交75周年 和举办中俄文化年为契机 全面落实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一系列重要共识 清乌战争使俄罗斯在经济和外交上日渐孤立 因此该国对中国的依赖也在与日俱增 冷战时期 为了争夺共产主义阵营的霸主地位 中俄两国曾一度交恶 过去几十年来 中俄两国在外交政策上不断靠拢 举行联合军事演习 并试图吸引更多不结盟国家 加入到上海合作组织等中俄主导的联盟中 周二早些时候 拉夫罗夫同中国外长王毅举行会谈 并共同出席了记者招待会 两人重申了中俄两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一致立场 拉夫罗夫表示 中俄两国均反对在国际事务中 不考虑俄罗斯立场的做法 拉夫罗夫表示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出的所谓和平方案 完全脱离了现实 泽连斯基要求俄罗斯从乌克兰撤军 并归还所有备战领土 但泽连斯基的诉求在很大程度上 依赖美国的支持 而共和党占多数的美国众议院 迟迟不肯为一项大规模原污计划放行 中俄是相互间最重要的外交伙伴 两国均在联合国安理会拥有常任理事国席位 美国及其盟友向叙利亚 委内瑞拉等国推行民主和人权的倡议 常常因中俄两国的反对而受阻 中国虽然没有对俄罗斯提供直接的军事支持 但却是俄罗斯坚强的外交后盾 北京宣称 正是西方的挑衅最终导致了战争的爆发 为了顾及克里姆林宫的感受 北京也从不将这场战争称为侵略 尽管中国一再重申 不会向俄罗斯出口武器和军用物资 但在西方对俄罗斯实施严厉制裁之际 中俄贸易却在迅猛扩张 克里姆林宫周二表示 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将会举行会晤 但俄方并未给出普京出访北京的时间表 当被问及普京是否有访华计划时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Dmitry Peskov表示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目前对北京的访问 可以被视为是为即将到来的高峰会晤所进行的准备 佩斯科夫表示 鉴于俄中两国高水准的友好关系 双方领导人进行接触是非常有必要的 中俄两国外长在北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中国外长王毅也证实了 今年将举行普席会的消息 路透社上个月报道称 普京有可能将于今年5月访问北京 这将是普京开始新一任总统任期后首次出国访问 路透社 美联社 德语媒体 肖尔茨访华专机上的空椅子 德国之声 德国之声中文网德国总理访华之行启程在即 经济周刊WIO注意到 虽然随行人员名单中不乏德国各大知名企业的总裁高管 但是作为工业界的代表 德国工业联合会BDI的主席鲁斯·伍姆 Siepfried Roswell却不在其中 鲁斯·伍姆2021年曾在一次公开演讲中 公开抨击中国的人权现状 指出德国需要诚实地讨论如何与中国等贸易伙伴打交道 他认为如果越过了人权的红线 就不能回避对抗 普世人权不是国家内政 记者Daniel Goffert注意到 在2022年11月 肖尔茨访华的时候 曾经在西门子高层任职多年的鲁斯·伍姆也没有跟去 至于为什么会这样 双方有着不同的说法 政府圈透露出来的情况是 BDI那边显然没有表现出随行的兴趣 也没有表达相关愿望 而协会这边则表示 之所以态度谨慎 是因为担心遭到拒绝 此外 工业联合会还强调 该机构在中国有自己的代表机构 也不一定非得要跟着总理专机出访 单从双方之间争夺解释权的现象就可以看出 这件事绝不是小事一桩 也不是单纯的外交礼仪问题 经济周刊的评论写道 中国对于德国经济来说 是一个关键的市场 鉴于北京不断地努力 占据主导地位 人们必须寻找一个新的平衡 在基于规则的自由贸易政策 和德中两国及企业的利益之间 做好权衡 作者强调 目前德国已经迈进的去风险道路 以及适当地 自信地代表自由世界价值观的做法 其实方向是正确的 只是由于如今和北京打交道越来越难 所以必须要不断地重新进行调整 这正需要总理和工业界最高代表之间 保持紧密的沟通交流 即使双方都有理由去指责对方 但不管怎样 经济界和政府是依赖于互相合作的 尤其在和强大的独裁政权打交道时 直接完消失的空椅子策略 不是明智之举 一位德国工业联合会的主席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 主动退出总理府的交际圈 这表现出对自身职责的一种奇特理解 对于那些缴纳会费的会员企业来说 也没有任何注意 德国工业对中国的依赖性 丝毫未减 虽然鲁斯五母 不会跟随肖尔茨出访中国 不管是他自己不愿意 还是总理不想带他去 但是商报Handos Blatt 从柏林方面获知的消息是 这次随行经济代表团名额的抢手程度 已经达到德中经济关系黄金时期的水平 而从近日发布的最新研究报告来看 在四个领域 德国经济仍然严重依赖中国 德国经济研究所IW 分析了在那些德国企业 已经高度依赖中国的领域的工业产品进口数据 虽然在2023年 这些产品的进口总价值有所下降 但是存在对中国高度依赖的产品类别数量 仍然基本保持不变 在化工产品方面 德国经济仍然严重依赖于 从中国进口 存在高度依赖的200个产品类别中 有85个产品组来自化工领域 其次是电子产品 包括笔记本电脑 电脑配件 太阳能电池板 磁贴和电池等 此外 机械制造领域所需的一些原材料和矿物质 也离不开从中国的进口 其中包括稀土 商报对此分析指出 利用这种依赖关系 北京不仅可以令中国产品 大量涌入世界市场 而且还为未来根据需要实施更有针对性 更为快速的贸易限制 创造了条件 尤其是那些德国企业 严重依赖于 从中国进口的原材料 比如几个月前 中国政府就已经对石墨 折合家实施了出口管制 摘编自其他媒体的内容 不代表德国之声的立场或观点 德军将派军舰军机赴印太参加多场军演 德国之声 德国之声中文网 德国政府去年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 就明确指出 印太地区对于欧洲非常重要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利乌斯 去年在新加坡 香格里拉安全对话论坛上也说 我们不能够忽略印太地区 现在 德国也将和盟友一道 在印太地区加强军事存在 按照计划 德国海军巴登福同堡号护卫舰 以及美英河叛法兰克福号补给舰 将在5月起航 前往北美东海岸 与美国 加拿大举行联合演习 然后穿过巴拿马运河 来到太平洋 在夏威夷海域参加 为期六州的环太平洋军演 随后 两艘军舰还将访问日本 并和印度海军进行联合演习 最终返回欧洲完成环球航行 德国海军总监卡克 Jan Christian Koch表示 此次航行旨在表明海军 是外交与安全政策的灵活工具 除了德国海军 德国空军也将与法国 西班牙空军一道 在今年8月 派遣总共50架军机 前往日本 澳大利亚 以及美国夏威夷 其中包括A400M战术运输机 台封欧洲战机 德军海首度计划 与印度举行联合军演 空军总监格哈茨 Ingo Gerhardt说 我们将在印太地区 展现出我们的欧洲面孔 A400M的制造商空客集团 则希望此次联合军演 能够打动印度军方 采购此款运输机 德国防长皮斯托利乌斯 也表示 印度成为了欧洲 最重要的战略盟友之一 今后将简化印度采购德国 以及欧洲军火的程序 重视对应关系 德国与印度的空中军演计划 在印度南部的泰米尔纳德邦举行 这里距离时常发生冲突的中印边境 有2000公里之遥 2021年 德国海军巴伐利亚号护卫舰 也曾经前往东亚地区 不过其航线尽量避开了南中国海的争议海域 也没有穿越台湾海峡 德方还一度寻求 让该舰访问上海等中国港口 但是被北京方面谢绝 目前尚不清楚 此次巴登福腾宝号和美英河畔法兰克福号 是否也会寻求造访中国港口 在接受德国商报采访时 柏林科学政治基金会的亚太问题专家 施坦策尔 安德勒斯丹套 指出 2021年 德国军舰航行印太时 亚洲伙伴国家尚不确定 柏林是否只是进行象征性的一次性行动 但现在 德国表示出了认真的态度 他指出 尽管德国正忙于处理欧洲本土 也就是乌克兰的危机 但是依然尝试在印太地区增加存在感 这会对中国人造成一定影响 施坦策尔认为 西方国家在印太地区的存在感越强 中国就会越收敛 该地区发生军事冲突的风险 也越低 综合报道 Copyright 2024年德国之声版权声明 本文所有内容受到著作权法保护 如无德国之声特别授权 不得擅自使用 任何不当行为都将导致追偿 并受到刑事追究 土耳其对以色列实施贸易限制 直至加沙停火 美国之音中文网 土耳其周二4月9日宣布 将对以色列实施范围广泛的贸易限制 直到以色列宣布在加沙停火 这些限制包括54个类别的产品 包括钢铁 水泥 航空燃料和化肥 此前一天 以色列阻止了土耳其向加沙空投援助的请求 多个国家已经对加沙进行了空投援助 试图解决人道主义组织所说的 缺乏足够陆路通道运送急需救援物资的问题 以色列外交部长以色列 卡茨·Israel Katz承诺将对土耳其采取相应措施 称以色列不会对暴力和勒索作出回应 卡茨在社交媒体平台X上发帖称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正在牺牲土耳其人民的经济利益 以支持加沙的哈马斯凶手 停火会谈的最新进展 美国、以色列、哈马斯和卡塔尔官员 在开罗举行停火会谈后 哈马斯激进组织正在考虑停止战斗 并释放扣押在加沙的人质的最新提议 该提案呼吁停火六周 哈马斯释放加沙的部分人质 以色列释放数百名巴勒斯坦囚犯 增加抵达加沙的人道主义援助 以及让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返回加沙北部地区 以色列总理本杰明 内塔尼亚胡周一表示 他收到了有关开罗会谈的详细报告 我们不断努力实现我们的目标 首先是释放所有人质 并彻底战胜哈马斯 内塔尼亚胡说 这场胜利需要进入拉法 并消灭那里的恐怖分子营 这将会发生 已经制定了一个日期 美国立即斥责了内塔尼亚胡 五角大楼发言人表示 我们已经非常明确地表示 我们不支持对拉法采取行动 五角大楼副新闻秘书 萨布利纳 辛格 Sobrina Sim表示 鉴于对超过100万巴勒斯坦平民 在那里避难的重大 人道主义担忧 我们希望看到他们如何在那里 开展任何行动的可靠计划 我们还没有看到他们提出正式计划 他说 白宫称此次谈判是认真的 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 科比 John Kirby 对记者表示 现在的情况是 已向哈马斯提交了一份提案 我们正在等待哈马斯的回应 科比拒绝讨论你一交易的具体细节 并补充说 这将是破坏这一交易的最可靠的方法之一 几天前 美国总统乔拜登警告内塔尼亚胡 美国可能会改变对以色列战争努力的支持 拜登要求以色列立即允许更多人道主义 援助进入陷入困境的加沙地区 以援助饥饿的巴勒斯坦人 并授权其谈判代表立即达成停火 拜登提出这一要求之前 以色列发动空袭 导致7名试图向加沙运送食物的国际援助人员丧生 五角大楼表示 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 奥斯汀周一与以色列国防部长约阿夫 加兰特 Youth Gallant通了电话 进一步强化了这一信息 本文部分信息来自路透社 美联社和法新社的报道 印房长若重新命名中国部分地区 其会是我们领土的一部分吗 RFI法广 中国民政部日前发布公告 声称根据国务院地名管理的有关规定 会同有关部门对藏南地区部分地名 进行了标准化处理 并正式公布第四批增补藏南地区 公开使用地名 一共30个 拉杰纳特 新格在选举集会活动上发言说 他想知道印度的类似企图 是否会导致中国的这些地区 成为我国领土的一部分 这位印度人民党高层提到了 中国更改了阿鲁纳切尔邦的30个地名 并表示这不会改变当地的现实 拉杰纳特 新格断言阿鲁纳切尔邦是印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并称中方的此类活动是两国关系恶化的原因 拉杰纳特 新格说 我想问中国如果我们把邻国各个州的名字改了 这些州会是我们领土的一部分吗 印度人民党创始人以顾总理阿塔尔 比哈里瓦杰派伊曾经说过 生活中朋友会变 但邻居不会变 因为这些活动 印度和中国的关系将会恶化 拉杰纳特 新格称 我们希望与所有邻国保持良好关系 但是如果有人试图损害我们的荣誉 印度有能力给予适当的回应 本月早些时候 印度外交部否定了中方为阿鲁纳切尔邦的一些地方重新命名 认为这是毫无意义的 并称发明 名称并不能改变阿鲁纳切尔邦现在 过去和将来都是印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一现实 北京方面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 3月21日在出席例行记者会时表示 中印边界从未划定 藏南地区历来是中国领土 这一基本事实不容否定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 28日亦告诉记者称 藏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 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哪来的什么阿鲁纳切尔邦 他并指 中印之间有完善的设边机制和沟通渠道 双方有能力 有意愿通过对话协商 妥处边界问题 2024年印度大选将于4月19日至6月1日举行 会选出第18届人民院的543名人民院议员 赵乐际本周率团访朝鲜 新冠疫情后中朝最高层互动 美国之音中文网 一个中国党政高级代表团 本周将前往朝鲜访问 开启新冠疫情后 中朝之间首次的高层互动 根据中朝两国星期二 4月9日的同步宣布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 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 于本周四至周六对朝鲜 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并出席中朝友好年开幕式活动 身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赵乐际 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七名常委之一 因此被视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之一 他也是公认的中国最高领导层中的第三号人物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星期二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中朝山水相连 两党两国一直保持友好交往传统 今年又是中朝建交75周年 因此赵乐际率团访朝是两国身后友谊 和中方对中朝关系高度重视的体现 不过毛宁并未透露赵乐际访朝相关的形成细节 关于此访的具体安排 双方正在协商 中方会及时发布消息 毛宁说 美联社 路透社和法新社等国际媒体 在报道赵乐际访朝时 都特别提及 他是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首位直接参与中朝高层交往的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在新冠疫情爆发前夕的2019年 中朝之间举行了两次高峰会 其中一次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朝鲜 美联社引述韩国统一部的消息说 由于今年是中朝建交75周年 北京和平壤预计将举办一系列的纪念和交流活动 美联社在报道中还指出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一直在推动强化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 以便增强自己在地缘政治中的地位 他还致力于推动建立或加入一个反美统一战线 金正恩去年9月前往俄罗斯远东地区访问 并且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了高峰会 美国 韩国 乌克兰等国 指责朝鲜向俄罗斯提供大量武器弹药用于乌克兰战场 并以此换取俄罗斯协助平壤提升其导弹 和其他先进武器的研发 金正恩访俄并与普京举行峰会之后 朝鲜提高了试射各种导弹的频率 技术水平似乎也有重大的进步或突破 中国是朝鲜最大的援助国 北京公开和私下向平壤提供的援助 被视为维持朝鲜这个贫穷落后的 社会主义小地经济和生计生命线 中国对朝鲜经济至关重要 在经济上 俄罗斯能为朝鲜做的事情很有限 美联社引述首尔梨花女子大学教授 朴元昆英译Park One Gone的话说 就短期援助而言 可以运送粮食和原油 但是要让经济长期成长 朝鲜需要投资和市场 而中国是唯一可以向朝鲜提供这些的国家 朴元昆说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